做出来就是一个图,然后底下的字 那再来就是Netbar的部分 Netbar的部分的话,总共会有四个 然后呢,其实做的方式跟上礼拜的方法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记得上礼拜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把上礼拜的部分呢,再做过一遍 基本上第一个,请你在哪里呢 记得是在那个,这个夜守的部分 特别是不是在内容 我们在上面,因为那个Netbar基本上是属于什么 属于那个夜守的一部分 夜守的线在这里,上面的黑的啦 内容部分在下面 我们是在上面,属于上面这一个部分 它是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字的后面 所以我们做法第一个 先把游标先放在那个徐志摩的这个字的右边 第一个,特别说第一步非常重要 你如果那个动作没有做对的话 那等一下那爸会跑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第一个,放在徐志摩的右边字的部分 第二个的话呢,请你切到那个板型里面 这边有一个是DIV,插入一个DIV 然后它会出现一个是不是要产生一个DIV Data里面呢,请你拉到最上面啦 其实就是主要是这四个Netbar下面这四个 把它复制一下 因为我把比较重要的四个部分 因为Netbar上面你不能放太多个 它不适合放超过 我印象中好像如果你超过四个五个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折到第二个 第二段,第二行就是变两行 会有点怪怪的 之前有做过六个会变成两行 它分成两行 所以比较好的做法是怎么样 就是你大概挑四个我觉得是比较刚好 然后把字怎么样 放在这里 不过放这里之前呢,请你先做一件事 先把它变成什么 标签检视器里面的那个JQ Mobile 把这个DIV做什么呢 把它改换它的角色 它的角色DataRole 改成什么呢 改成叫Netbar 第一步请特别注意 这个刚刚才讲过 最最最最重要的 而且是最最容易发生错误的 做完之后呢 你可以确定一件事 它一定是在这个DIV的后面 帮你加这个东西啦 实际上你做完这件事 它只是帮你把字丢到这边来 里面的话呢 这些字我们再来变更 OK第一步呢 先把DIV变成一个Netbar OK那表示说它是一个Netbar 第二个的话呢 选取这个里面的字 这里面的字把它选起来 那刚刚我有复制了四个项目 所以把它贴上 把它盖过去就对了 把那个刚刚的 生平意识这个文学风格 把它贴上 总共有四个 再把它做成 切到HTML 变成一个项目 项目清单 项目清单之后呢 因为它只有一点 那当然我需要前面都是变成一点 所以你把它delete掉 按Enter 让它有四个点 因为它贴上的话 它原来不是换行 它是换段 呃 应该是原来不是换段 是换行 换行的话 前面不会多那个 多那个一点 就是说呢 原来是一个BR 不是不能换 一定要是一个换一个段落才可以 那我们做完之后 前面记得啦 如果你搞不清楚什么是换行换段 你就记得前面一定要四个点就对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四个点呢 做什么呢 第一个连结上面的什么 上面的那个超连结 比如说生平 那生平连结到哪里呢 那你就算一下 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这个清单 生平的话是1 所以把它连结到page1 就在做超连结一个紧 page page page1 ok Enter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生平就有 意识的话呢 如果不知道哪一个的话 你查一下意识第二个 那文学风格的话是第四个 12 主要作品 3 就1234 所以你分别什么 把这个做完之后 我习惯是把它复制一下 gm-11 因为等于要贴上改个数字就可以了 gm-11 然后把e4改一下 这边把它连结到第二个 然后在这边把它改成第三个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的netbar 应该就已经产生了 不过还有两个地方还没完成 就是说它的颜色跟它的icon 那我们就分别把它加上去 那不过做完之后 我是建议你贴上项目符号之后 再加上连结 先及时预览一下 看看是不是长这样子 如果是的话那恭喜你 这个时候应该就差距不大了 接下来就是怎么样 再把颜色做变更 那颜色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这个这个 Play商店里面的这个曲字母app 里面大概我希望 这边是蓝色 这边也许是蓝色 灰色 银色 黄色之类的 类似 那每一个上面都给不同icon 所以我们如果按照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我需要的来做设定的话 那里面需要设定哪一些地方呢 分别就是第一个我先把颜色稍微设定一下 所以你颜色我把它缩小一下摆旁边参照一下 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第一个切回即时把它切回来 这个部分的话你另外换颜色 一样在这个检视标签里面 那还记得哪一个吧 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颜色部分的话呢 它叫DataSync T开头的DataSync 然后这边的话呢 颜色部分呢 一定是A到E嘛 应该还记得吧 颜色的那个 A到E的颜色吧 忘记了 不然就 把上礼拜的影片再看一下 那基本上那个 颜色基本上是A到E 就是黑色蓝色 黑蓝银灰黄 OK 那所以这里我们需要蓝色的 那你就给它一个蓝色的 第一个 然后再来的话 这个是黑蓝银 这个给它银好了 这个给它C 那这个的话呢 给它CD 干脆就ABCDE好了 OK按照顺序 假如说ABCDE 先把它颜色加上去 加了颜色之后的话 你把它预览 及时一下 OK颜色有了 对不对 再来的话 你可以把icon改一下 切回来 icon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是info 所以你再点击这个dataicon 这边有个info 第一个的话 你找到那个info 给datainfo 这个是讯息嘛 然后再来的话 我这边 第二个意思的部分的话 那我给的是一个 这个重新整理的 Grid跟search 所以重新整理的话 应该我记得应该是什么 reflow refresh 这个是refresh refresh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这个文学作品 我好像给一个Grid吧 Grid的表格 OK 然后再来的话 文学作品部分的话 那我是给一个search search在这里 寻找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 你可以把它及时看一下 大概做出来 涨的就是如我们预期的 但是呢 会有个地方不太OK 哪里呢 这边好像多一块 感觉怪怪的 所以这个怎么删掉呢 其实很简单 你们可以最后呢 确定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多了一块 这个之前蛮多同学 也发生类似的状况 那你可以去找一下 基本上 它之所以会有这个东西出现呢 表示说它下面呢 有一个不该出现的东西 你可以找一下这个文学作品 这个项目 项目封号结束嘛 那再来这个是DIV 指的是这一个 我们新增的版型的结束地方 那各位有发现 下面有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这个啦 H2 然后一个换行 我们知道H2啦 实际上这个东西 主要是会有影响是这个 所以你等一下怎么办呢 把这个东西删除 这个东西就不见了 特别说中间东西 如果你等一下有这种状况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这个什么H2啦 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 不需要有的东西 理论上应该是斜线DIV 两个 一个上面一个下面 如果中间有发现 不应该出现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一个两个 delete掉 这个时候它不会更新 所以你可以点击右边一下 或者是即时点一下 再让它重新再显示一次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那个东西 黑黑的东西呢 就被我删掉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那把呢 就完成 那等一下呢 再把那个List View给做出来 那这一题 后面还有那个 其他还有像什么 这个List View做出来 还有生平的List View做出来 OK那这一题的话 应该就完成了 还有一个HOME 这个回首页 最后是有增加一个这个HOME HOME的话是回那个 回HOME 就是首页这部分 也就是每一个地方 点击了 它就会回HOME OK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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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